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兰花 秋菌是兰花的萌发新芽期 又是它的花期 那么我们在养护的时候 是最需要养分的 就是在这个季节了 上一期也跟大家分享过 这个兰花萌发新芽的时候 淡肥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在它花期的时候 它对磷甲肥也是必不可少的 那么我们要如何判断 这个兰花切法磷甲肥呢 磷肥是在兰花花芽分化 或者是孕入花来开花的时候 必不可少的一种养分 甲肥呢可以让兰花的根式 养胀、养发达、静感 生长的比较健壮 所以甲肥也是必不可少的养分 那么如果当我们的兰花 缺少了磷甲肥 这个兰花就很难开花 兰叶比较柔软 而且呢也是比较容易出现 导服的现象 那么我们在养护的时候 要适当的给它适用 磷甲肥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适用磷甲肥的时候 可以给它适用一点这个饼肥水 这个饼肥水是自己制作的 它主要的是以磷甲肥为主 那么我们可以取上面的一层枝叶 来给它适用水浇灌 如果在家庭不方便制作这种肥水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个花兜兜二号来代替 因为这个花兜兜二号呢 它里面所含的淡磷甲肥就是十比三十比二十 其中三十呢就是零元素 二十呢就是甲元素 十呢就是淡元素 三种元素都不会缺失 都有利于兰花的生长 所以在兰花花芽分化期的时候 我们要适量的给它 适用一点这个花兜兜二号 它有效的促进它形成花蕾 十天使用一次 就按照一比一千的比例 吸吸水给它交换或者是喷洒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 如何辨认兰花是否缺乏 磷甲肥的一点小积食 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